常言道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行军打仗粮草尤为重要,不过人是吃五穀杂粮的动物,有了吃,自然也要解决辣的问题。 尤其是古代打仗,动辄百万大军,几百万人在一起攻城掠地,如厕可是个大问题。 古代医疗水准差,如厕问题解决不好,可不只是气味难闻这么简单,一旦处理不当,爆发大规模疫情,全军覆没也不是没可能。 再者,粪便中亦包含很多重要资讯,军队人数,饮水粮草,是否有疾病,都可以从粪便中看出,现代行侦破案,粪便依然是重要突破口。 所以,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,解决士兵的排泄需求,以及排泄物,可谓是军中头等大事,如此严肃的问题,机制的古人是如何解决的呢? 早在春秋战国时,就有了占地厕所,墨子被城门中有记载,五十步一景平,周园之,高八尺,五十步一侧,与夏同混,入侧者不得操,守城的一方,会在城墙上建筑厕所,五十步一个,四周要筑起八尺高,约2.6米的围墙,厕所分两层,二楼是厕所,楼下是猪圈,守城的是冰上厕所时,排泄物会直接落到猪圈中,回圈利用。 经济环保 古代将领带兵打仗,行到一处安营扎寨时,都会派士兵先挖好厕所,三国志中,描述了诸葛亮治理军队的情形。 量帅数万之众,其所兴造,若属十万之功,是其其者也,所之银垒,景造,清混,翻离,仗塞皆因绳末。 其中清混指的就是厕所,绳末指的是,用来打直线的末线,可见诸葛亮,在带兵打仗之时, 有一套科学的方法,建立驻扎必要的基础设施。 安营扎寨先挖厕所,那么挖在哪儿也有讲究。 其一,远离水源。 古代打仗士兵喝的都是生水,这些未经过消毒处理的水,本身就容易引起利己。 如果再让厕所,与水源靠得太近,这卫生情况,可想而知。 其二,远离粮草。 与上文相同,出于卫生考虑,吃喝拉的地点,也不依靠得太近。 其三,远离营房。 厕所不能离营房太近,不然气味难闻不说,还容易招来银虫传播疫情,也不能太远, 不然士兵上厕所容易逃跑,或者被敌军发现,暴露位置。 除了气味、卫生、疾病等问题,还有就是,要规避排队的可能,所以在营区范围内,尽量地远离营房,也很有必要。 七纪光在《练兵实际》中写道,反白日登策员艺者,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,方准开门而出, 毕级还应腰牌,取代回营。白天上厕所的士兵,需要将腰牌挂在厕所门上,这样下一位,想上厕所的士兵,看到腰牌,便知道厕所内有人,避免了厕所相撞的尴尬,也很好地解决了排队问题。 长期安营扎寨,选址挖策很有必要,但如果只是暂时扎营,就没那么麻烦了。 天明吹打时,预起行,则埋之七纪光练兵实际,趁天亮之前,赶紧解决完,将排泄物埋起来,就可以了。 虽然有了占地厕所,但几十万大军的排泄物,堆积在一起,想想也是够可怕的,厕所有了,如何处理这些排泄物呢? 暂时安营扎寨,买起来就行,有时也会到些石灰消消毒,或者焚烧,长期驻扎的话,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掏。 欲九柱,则打扫,喉开门送出营外远远弃之,七纪光练兵实际,派士兵将排泄物送出营地外,远远地倒掉,在古代,扫厕所针事件苦差时,如遇下雨,还可能易出。 所以墨子中记载,在军中犯错的人,对他们的惩罚之一,就是清理厕所。 城下五十步一策,策与上同混,诸有罪过而可无断者,令书策罚之。 除了填埋,道调等方法,排泄物还有一个重要用途,就是当作生化武器送给敌人。 尤其是守城一方,排泄物可是好东西,古人还给这些收集起来的排泄物,起了个文雅的名字金枝,带到敌方工程时,将金枝倾盆倒出,瞬间有了画面感。 金枝除了能恶心敌人外,还是致命的武器。 古人用的金枝,除了使尿混合物外,还会向其中加入砒霜、挠砂、液体金属等,大火煮沸,这样一锅金枝,从城墙倒下,杀伤力可想而知。 毒火以劈,挠砂为君,金枝,银绣,人分合制,明颂应兴天宫开悟火要料。 打仗难免会出现伤口,粪便混合着毒素,泼到敌军身上,伤口很容易溃烂,难以医治。 但是,即便没有伤口,这一锅沸腾的金枝浇在身上,被烫伤后,也是九死一生了。 除了在城头泼敌军一脸,金枝还可以涂抹在箭头上,这种泡过金枝的箭,一旦射中敌军,很容易引起感染,那时候没有抗生素,涂抹着金枝的箭与一下,即便当时不死,过后也很难抢救。 在三国演义中,曹操追张秀,就曾吃过这金枝剑的苦头。 古人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,如测一直都是军中大事,从处理士兵的排泄需求,到解决士兵的排泄物,每一步都不得马虎。 如果一支几十上百万人数的军队,可随地大小便,士兵患病的风险直线上升,排泄物处理好了,能防止瘟疫肆虐,也能保障食品安全。 更重要的是,排泄物还可作为武器,提高军队战斗力。 战场无巧事,如测这个南登大雅之堂的问题,如果解决不好,同样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,细节决定成败。 从古至今,如何科学地解决变变,一直都是门大学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